本土疫情降温 但是染疫重症比例 从前天的0.15% 昨天上升到0.16% 死亡率也从154例 增加到181例 专家认为乐观来看 疫情在降温之后 最快一个礼拜 新增的重症和死亡人数 也会下降 但万一单日的确诊 维持在5万多人 超过一个礼拜 那么死亡恐怕 就会维持在高点 面对医疗量能 是否足以因应的问题 会是这个礼拜的观察重点 本土确诊数趋劲平缓 但重症死亡率却不降反升 致死率升至千分之1.33 医师点出关键 当确诊数减少 可能造成新增重症上升 发病到重症死亡期间较短 有些成人本来不知道自己染疫 死后检验发现新冠病毒阳性 都会影响到数字的变化 但乐观来说 当疫情下降 最快一周新增重症死亡 都会降低 这等一周应该是 下降的机会是蛮高的 按照这个死亡下降的速度呢 现在是有点太慢 应该探讨被偶的原因 可能是黑数太多 第二个就是可能感染的人 重症比较多 所以死亡率也上升 感染科医师也提到 染疫死亡率不能用 断面式时间点去看 因为确诊数牵动死亡率 先阶段应该要关注的是 单日确诊维持5万多人的时间 这周将会是重要的观察期 因为现在新冠病的部分 它是从北往南蔓延 东部的部分 那南部跟东部是我们认为 医疗的部分 比较没有办法全面涵盖的区域 药物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代表 医生开药就可以立刻送到 所以没有办法一条龙的话 常常隔一天就差比较多 医师认为 如果医治两周内 能降到单日确诊5万人以下 死亡率很快就会下降 但如果单日确诊 维持5万多人超过一周 死亡恐怕将会维持高点 就考验国内医疗两人 解台北综合报道 本土疫情终于有了降温趋势 但最近在边境又验出了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和BA.5 让各界担心 社区疫情会再次升温 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 召集人张上纯直言 未来再有第二波疫情 是很有可能的事 而有医师认为 期待靠现有疫苗 阻止疫情在社区流行 现阶段是天方夜谭 除非在未来的二到三个礼拜内 快速让八到九层人 打次世代疫苗 或是等喷鼻剂疫苗上市 才有机会阻断疫情 反复流行 这波本土疫情才稍稍降温 边境又接连拦截到 Omicron 亚变种 BA.4和BA.5 各界担心疫情会再度反弹 专家林氏璧认为 就算BA.4 BA.5进来了 在BA.2强势流行下 一时之间应该是无法做大 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召集人 张上传则直言 BA.5比BA.4更占优势 未来再有第二波疫情 是很有可能的事 因此边境检疫要放宽到零加七 至少得等这波BA.2疫情虚缓 但这样反复流行的新冠疫情 究竟何时才能告一段落 上次从Delta到Omicron 其实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但是从Omicron现在 要变到新的一个 全新的病种病毒株还没有出现 就是小改变为主 医师观察到现在新冠病毒 变异程度缩小 如果有针对流行病毒株 打造的次世代疫苗 就有望对付Omicron 各形态的亚变种 黄黎明医师也认为 期待靠现有疫苗 阻止疫情在社区流行 现阶段是天方夜谭 想彻底打断疫情 反复流行的循环 就得在两到三周内 快速让八到九成的民众 接种次世代疫苗 而现在国内外 已开发喷鼻疫苗 能直接在鼻腔建立抗体 成为可期待的解方 预估一到两年上市后 有机会停止社区 反复流行 打全身疫苗 在协议循环 比较方配的地方 可是上户去到抗体量 就不会够 因为它血液循环量 没有那么多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上次知道 都还是很容易会被感染 那所以鼻腔疫苗 就等于说 在我们上户去到 补足这一块的 那个自然的屏障 医界认为 新型态疫苗问世 有望阻断新冠疫情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接种报道 准准妈妈们 最怕在孕期中不胜染疫 影响自己和胎儿的健康 而根据美国研究显示 孕妇如果染疫的话 不仅有容易早产 甚至会有胎死 等等的风险 因为当孕妇一旦确诊 很可能会透过胎盘 或羊水等途径 传染给新生儿 研究进一步更发现了 许多没打疫苗的准妈妈 在确诊后 新生儿的阳性率 高达3.1% 但如果孕妇打了疫苗 产生的抗体保护力 能够持续到 宝宝出生后6个月 妇产科专家建议 准妈妈们最好在生产前 打满3剂疫苗 才能有效提升保护力 疫情来袭 打不打疫苗 让主妈妈们陷入两难 根据美国研究发现 确诊孕妇的新生儿 阳性率占了3.1% 不过这些确诊孕妇 大多没接种疫苗 相反的 如果主妈妈在孕期间 有接种疫苗 产生的抗体保护力 能够持续到宝宝 出生后的6个月 如果不打第三剂的话 那她的这个 她产生的抗体量 还有她的品质 不太够 所以说都建议要打到第三剂 打到第三剂的话 当然大概比较有把握的 至少三到四个月 小孩子她的抗体会很好 想提升保护力 妇产科专家经营 最后又在第三孕期前 打满三剂 因为不少医师发现 孕妇如果一旦染疫 不仅有可能出现 胎死妇中破妇产 新生儿也会容易生病 还得面临早产等风险 而新生儿的染疫途径 除了在子宫内 透过胎盘会养水传播 也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 接触到母体的血液 或是分泌物被感染 或是在产后接触的 染疫家庭成员 而新生儿在染疫后 有20%的人是5症状 4成到5成的宝宝属于轻症 还有4成5的婴儿 可能会因此发烧 如果说第三孕期 在传染的时候 那甚至有些小孩子 他的这个像是脑部 或者是说有一些 像是这个听力 还有注意力 都会有一些改变 就会比较不好 像主妈妈们喊话 施打疫苗后 副作用大都属于很轻微 勇于施打第三剂 才能保护自己和宝宝 免于染疫 记者这么道 台湾的禁团令还没解除 不过有旅行社 已经抢先上架 国外旅游行程 民众可以先看看参考价 还有意愿登记 还不能够付订金 也不能签契约 不过各家旅行社的参考价 其实跟疫情前 相比都是翻倍涨 以去日本为例 以往晚5天 3万左右就足够了 但未来如果没有5万以上 恐怕去不成了 旅行业者也解释 受疫情影响 旅游团人数降载一半 包含了机票和饭店都涨价 这都是团费 翻倍涨的原因 日本荣登 台湾人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 虽然台湾出国禁团令还没解除 但旅行社已经抢先上架 让民众可以先意愿登记 只是参考价翻倍涨 以往日本玩5天 3万左右就足够 未来没有5万块 恐怕去不了 可能物价上涨了 该出去走走 有这个计划 价格可能不是主要考量吧 因为我们有小朋友 小朋友现在都没有打任何的硬 所以我们还是会怕感染 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还是就是有点怕出国这样 多数民众持续观望 不过还是有人不介意价格 迫不及待想出国 尤其日本目前还限制观光客 只能团进团出 看看各家旅行社的参考价 熊市旅游金版神5天 5万7千9百元起 山府旅游四国玩5天 也同样5万7千9百元 东南旅游北海道 东北平均一天也要8千到1万元左右 等于一家四口餐团5天 要多花费近10万 不过旅游业者也解释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旅游团人数降载 机票饭店涨价 都是团费翻倍的原因 虽然参考价贵桑桑直逼往年春节价位 但旅行社表示 意愿登记上架以来 已经有超过三千人登记 预估首播出国潮 还是会有不错的业绩 记得跟周杰特报道